这是距离LA以北300多公里的Ovens Lake1939年的样子 现在它长这样 由于高度长期缺水形成的岩盘 以及湿岩杆菌染出的片片红韵 由此往北228公里的Mono Lake也受到了影响 从1949年至今水位前后下沉了十多米 导致这些变化的源头正是这些绵延的渡槽 与其他所有渡槽一样 他们通过这些河道将水输送至城市、学校、商店家家户户 成为你生活乃至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重要性不言而喻 作为一个400万人口的北美都市 洛杉矶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水在当地的资源地位 也因此拥有相对先进的自来水处理方案 所以我们决定以这里为研究对象 了解一下这些长途跋涉的自来水都经历了什么 以及直接饮用是否足够安全 为了保证有足够的供水 首先要有良好的水源调度的能力 于是渡槽就成了关键 其中最主要的加州渡槽和Colorado River渡槽 分别完成了北水南调和东水西调 也占据了整个城市的绝对供水量 而根据这篇在2018年发布在自然杂志的报告 这样经历长途跋涉而来的水 再经历蒸发或其他流失 成本在1.2到1.45美金每立方米 至少是本地地下水的两倍 所以只要自然条件允许 你可以选择提交这份挖井申请表 以及相应的补充文件 实现对水的自给自足 但无论怎么挖 地下水资源始终非常有限 且可能导致地表下沉这样不可逆的危害 所以没有可能绕开进口水的运输 储存以及更先进的饮用水处理 而掌管这个流程的核心 就是位于市区北部的洛杉矶渡草水过滤厂 LA-FB 隶属于市水电部LA-DWP 当水进入后 会先被筛网筛选掉树枝 石头等一些奇奇怪怪的玩意儿 紧接着被臭氧发生器注入臭氧 意再去除各类异味 比如来自水澡的二甲机翼砍醇 以及微生物代谢所产生的土臭素 都会在臭氧的作用下至少减轻五成 配合过氧化物效果更佳 但对颗粒杂质的过滤 还需依靠凝结和蓄凝处理 此时会在水中加入洋离子聚合物等凝聚剂 配以蒋液搅拌加速反应 并在接下来蓄凝池中实现固液分离 之后分离出来的蓄转物 会被沉浸器中的无烟酶和沙粒过滤掉 并最终进入消毒环节 今天紫外线配合油粒氯加氨的方案 成为加州首选 相互弥补了不足 这两个围绕LAFP的UV设备站 以每秒55立方米的处理能力 分别针对甲地虫和引包子虫的DNA进行破坏 以防止这样的寄生虫和细菌再生 而随后注入的氯和氨 以及合成的氯氨 则会保证水在接下来的旅途中不受污染 但凡事总有意外 2007年12月 LEDWP接到了一则报告 发现Silver Lake水库和Elysium水库中的氯 或在阳光的诱导下形成过量的锈酸盐 直接威胁引用安全 于是叫停了水库运作 直到2009年中旬 LEDWP找到了方法 使用食品机HDPE 制作了这样的黑色塑料球40万个 倒入水库中以阻挡阳光 不但成功减少了锈化物的生成 更在一年之后 减少了110万立方米引用水的蒸发损耗 但不论引用水在出发前被处理的多安全 一旦离开水厂进入配送系统 常常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 其中最严重的是由于这种老旧腐蚀的水管中 肉眼可见的铜 以及牵制水管中无色无味的牵 根据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描述 在美国但凡1986年之前建成的住宅 都有可能面临牵管问题 且在提出了最高水前含量上限为0.015毫克每升的同时 指出污染物最高浓度目标含量MCLG为0 也就是说不论收入多少都会对健康造成影响 且这种影响可能会伴随一生 2014年密歇根州的Flinch市政府就曾为了节约预算 更换了取水路线 进而造成了全市严重的饮用水污染 影响了近10万人的健康 而这张不断更新的问题饮用水曝光事件图 也时刻提醒着我们 这样的故事或许并不遥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